一起维护 这样才能玩得尽兴 逛得充实哦 今天的大扫除 除了清扫环境 还要把自己不要的冬季 旧衣服统统清出来 不然衣橱柜子 都快要放不下了 好 没问题 哇 好干净哦 简直就像新家一样 辛苦了一整天 汗水总算没有白流 干净是干净了 可是那堆东西怎么办 哇 这些都是清出来不要的吗 怎么有这么多东西啊 别担心 我知道有人在募集物资 要送到非洲 我们可以把这些拿去捐拿 对耶 清酒衣又可以做好事 真是一举两得 太好了 就这么决定了 美丽 今天你找我吃冰 有什么事吗 嗯 我是有点事情想请你帮忙 我常去做义工的爱心基金会 正在募集物资 要送去非洲 但是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需要人手帮忙整理 没问题 这么有意义的事 我一定会去帮忙 太好了 哇 这么多物资 大家真的好有爱心哦 有爱心是一回事 但是在做爱心的同时 是否懂得尊重 这又是另一回事了 嗯 尊重 什么意思啊 等一下开始整理 你就会明白了 哇 这么夸张的衣服 还有超高的高跟鞋 平常又怎么穿啊 问题太不实用了吧 还有呢 这内衣这么破 还有袜子颜色也不一样 给谁穿呢 现在你懂我的意思了吧 这些东西怎么有点眼熟 你看 非洲这么热 根本不需要雪靴 大衣 毛线围巾啊 大家有爱心 却不够用心 用心 很多人都把送物资 当成就医大扫除 把不要的东西当垃圾送出来 却没有想过受捐者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如果你是受捐者 收到这样的物资 难道不会困扰吗 好像会很困扰 不过他们收到这些东西 如果不需要 直接丢掉就好了 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 这种丢垃圾的心态 他们一定感受得到 虽然不是故意的 但是却在无意间 伤害了受捐者的自尊心 对 我也不希望人家这样对我 卷物资是做公益 用意识互相帮助 而不是把不要的东西当作落寸 盲目地丢过去 我懂了 自以为是的付出 却忘记尊重 真的很糟糕 说到尊重 上次我在育幼院陪小朋友写功课 结果遇到更夸张的例子呢 一定要写整齐哦 你看 这些小朋友都是没有爸爸妈妈的 是不是好可怜 我们每个月捐的钱啊 就是拿来帮助他们 让他们有饭吃 可以上学 你看这些没有爸妈的小孩 都知道用功读书 只有你一天到晚闲爸爸妈妈烦 哪天就把你送来这里 体验没有爸爸妈妈的感觉 美丽姐姐 那个阿姨是谁啊 为什么要一直说我们没有爸爸妈妈 说我们好可怜 有些大人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你不要理他们就好了 哇 这样真的好夸张哦 怎么可以这样说话 好没礼貌哦 一点都没有顾虑小朋友的自尊心 那个阿姨因为平常有捐钱给育幼院 所以就临时带女儿过来机会教育 其实来育幼院探望小朋友 一定要经过同意 带着发自内心的关爱 而不是像来逛动物园一样 对 被帮助的人 也需要有隐私和基本的尊重 在付出爱心的时候 如果能多一点细心和尊重 受助者一定能感受到的 自以为高人一等的爱心 还不如不要有 原来在做好事的同时 要注意不让受助者觉得自卑更难开 也是需要学习的一门功课呢 所以我妈妈常常提醒我 我们要感谢受助者 让我们有助人的机会 成为手心向下的人 哦 手心向下 也就是说我们有能力为他人付出跟奉献 说得真好 美丽 我们真的要谢谢受助者 啊 我们一直讲话 都忘了还有这么多物资要整理呢 嘿嘿 没关系 今天我陪你一起加班 嘿嘿嘿 嘿嘿嘿 包住人是件好事 但是千万不能有自以为是 高高在上的态度 要懂得尊重 不要一厢情愿地付出爱心 也要考虑对方的隐私跟尊严 并不是出钱出力的就最大 高人一等 要有一颗谦卑的心 多一点细心跟同理心 才是真正的爱心 但用早餐 老板 请跟我买A餐跟B餐 好 马上来 老板 早 早啊 来 我今天帮你加了荷包蛋哦 吃饱一点 谢谢老板 小天 你有注意到 刚刚那个背着婴儿的阿姨吗 有啊 怎么了 她已经连续好多天来买早餐 而且都没有付钱哦 这是真的吗 真奇怪 她是不是老板的朋友 或是家人啊 听他们的对话不像哎 来 A餐跟B餐来咯 耶 早啊 先生 这样一共是五十元 谢谢 送您五百 请等一下 我找钱给您 不用了 剩下的钱就当作 待用早餐的费用吧 哦 好的 好的 谢谢您的爱心 哦 带用早餐 带用早餐 那是什么 这个带用早餐啊 就是有些善心人士 就像刚刚那位先生啊 他先把早餐钱付了 然后让有需要的人 来店内免费享用 嗯 原来是这样啊 所以刚刚那个阿姨 就是来吃带用早餐的咯 好有意义的活动啊 对啊 都要谢谢大家的爱心 热心响应 有免费早餐可以吃 太划算了啦 走啊 这就是干嘛 走啊 黑黑黑黑黑 不以後还没吃早餐耶 都讨饿了 我们就去上次那家吃早餐 早啊 两位小帅哥 一样是A餐跟B餐吗 不 老板 我今天想要点这个带用早餐 小天 你没带钱吗 我可以借你啊 没关系啦 只要有需要 任何人都可以点带用早餐 你们先等一下啊 餐点马上来 耶 成功了 免费的早餐 吃起来特别美味呢 真的吗 有免费的东西 为什么不要啊 明天您一起吃带用早餐吧 我才不要呢 你不知道带用早餐 是要给需要的人吗 你明明自己就有钱啊 哎呀 你不懂啦 我要把早餐钱通通存起来 用来买汽车模型 所以需要吃免费的带用早餐 这样好吗 没关系啦 没关系啦 老板 带用早餐一份 好的 马上来 老板 早 早啊 来 我今天帮你加了荷包蛋哦 老板 我已经找到工作了 真的吗 那太好了 从今天起 我可以自己买早餐 不用再拿带用早餐了 真的非常谢谢老板 这段日子的照顾 不要谢我啦 不要谢我啦 要谢就谢那些善心人士 不要谢我 这些钱 我想要买带用早餐 送给其他需要的人 谢谢 谢谢 太好了 明天见 明天见啊 祝你工作一切顺利 那个阿姨 有了工作以后 就不再继续吃 带用早餐了 还拿钱出来 帮助其他人 而我却只想要贪小便宜 吃免费的早餐 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我不可以这样 老板 对不起 我错了 我不应该利用大家的爱心 只想贪小便宜 吃免费早餐 却忘记真正需要的人 这些钱 是我这几天吃免费的 带用早餐存下来的 根本不属于我 我要统统还给老板 没关系 没关系 我相信这几天 一定有你的困难 只要觉得自己有需要 任何人都可以 享用带用早餐的 我 这些钱就当做你帮忙付 带用早餐的费用好了 一起加入我们 帮助需要的人吧 可以吗 小天 你做了一件好事 嗯 好啦 快点吃完早餐 上学去吧 不然要迟到咯 好 资源应该要留给真正需要的人 不要为了贪小便宜 而辜负了付出者的爱心 跟善意 不要为了省下一餐饭钱而高兴 这样不但滥用了别人的爱心 也剥夺了需要者的机会 在家中的友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